娱乐转圈圈 就已经明白了何为压力 据社会上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 现在很多孩子的压力并不比大人小 可见大人们不管不顾的教育方式 给孩子带来了多少的困扰 在电视剧小舍的里面 编剧就用两个不同的家庭 两个不同的父母 还有两个不同性格的孩子 来举了个生动的例子 严子优的家庭是典型的女强男弱的家庭 所以严子优所感受到的所有压力 都来自于她的母亲田雨兰 严子优的母亲为了提高她的成绩 甚至剥夺了严子优的兴趣爱好 这个做法引来了很多网友的争议 而夏欢欢的父母呢 虽然嘴上说着对孩子的要求不高 可是当孩子的成绩下来时 夏欢欢的父母开始焦虑了 他们对于夏欢欢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 电视剧中的两个孩子 都备受学习成绩的苦恼 虽然父母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但是不能看出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还是很爱他们的 只不过父母的教育方式出了一点点的问题 如果能够给孩子一些私人空间 或许反而会让他们的成绩有所进步 在现实生活中 也有很多家长像电视剧里面的父母一样 对于自己的孩子抓得太紧了 一心只想着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所承受的压力 很多专家认为 孩子的天赋和创造性都是非常高的 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教育方式 根本不愁孩子长大以后的道路 正所谓英才师教 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创造能力都不同 所以父母在对待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时 千万不要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 对孩子无缘无故地进行改造 一定要根据孩子本身的性格以及外在因素 选择一个最合适孩子的教育方式 很多父母过于强势 总是给孩子安排好所有的道路 却从来没有问过孩子自己到底愿意不愿意 这样或许会适得其反 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本来父母和孩子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可以适当地对对方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 但是当对方有了自己的选择时 千万不要进行过多的干涉 父母对孩子是这样 孩子对父母亦是这样 希望大多数的父母能够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 而不是当成一个自己的附属品 要求孩子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这样大可不必 不仅对孩子没有任何的好处 还会影响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感情 面对不同的孩子性格 很多父母或许会感到非常的迷茫 毕竟都是出为人父 出为人母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教育方式也是有的 这也不能全怪父母 但是只要父母肯学习肯改变自己 那么一定能够给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推荐你读这几本育儿宝典 第一本好父母不吼不教第二本 好性格让孩子受用终身第三本 听孩子说胜过于对孩子说第四本 正面管教第五本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只要你认真钻研这几本书 一定能够从中获益无穷 如果你曾经为教育孩子而感到苦恼 那么收藏这几本书将会成为 你未来人生当中最庆幸的一件事情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